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她放松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催眠 不是深度催眠 简单的催眠当中 那么给她用一种按照我们的说法 就是一种能量的手法 把她这个肿块肿瘤 在不接触她的身体的状况下 那么实际上是用一年把这个肿块消除 第一次她两个肿块就是有一个消除 还有一个肿块是半个消除 那么这个当时是在诊所是蛮轰动的 那么第二次她觉得也很神奇 然后就第二次来了 第二次来了以后她就问到 那我就问她你有没有反复 然而道理来说呢 她从这种病症呢 她会有反复 结果她一个礼拜呢 她没有反复 蛮好 那么第二次我打的时候 我就问她 你是需要不需要开刀 她说如果不开刀是最好的 她说我已经求之不得了 那么我说我们再试一下 结果就十五分钟以后 这个肿块整个全部消除掉 整个胸部都已经全部就是那个全部柔软 那么在医生的检测下 所以当时这个很神奇的 所以那她自身的这个反应呢 就是觉得就是根本没有什么知觉的情况下 她可能有一点症状是热 身上有热 然后全身放松 然后后来有个中医师也去测试 结果中医师去测试了一下 她的手被麻 就像电氧电麻了一下 所以这个确实从案例上来说 也是比较一个明显的一个案例 这真的非常神奇 因为很多时候她有肿瘤 经过很多的结化疗 什么手术这些方法 您当时是怎么一种方式 就把她这个肿瘤给消失了呢 首先来说这个肿瘤 跟我们说的肿瘤的意义有点不一样 我认为 首先她这个肿瘤呢 是正好处于一个就是在医学观察期 就是已经给她做了一个简单的欺骗 了解 但是她无法判断这个到底有没有癌细胞 对吧 实际上给她撞了一个芯片 在观察当中 据她也讲 就医生给她建议是随访 六个月啊 三个月啊 随访 如果发生变化 也马上去除 所以在这个实践端来说呢 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挑战 她没有任何医药这个手段上去 那么在这个当中 我们把它就是用能量的方法处理掉 那么处理的方法呢 实际上是 怎么来去解释这个问题 这个会在整个医学啊 或者中医界啊 会有一起争议 因为一年治疗 实际上从那个现在来说 西方的医学已经纳入这个心理学 或者现在还在研究 史丹佛啊 哈佛啊 都一直在研究这个一年治疗 包括瑞士的这个理工大学 她现在就是今年的1月16号 也已经就是研究出来 就通过一年已经改变了这个癌症基金 癌症的这个病毒在这个基金上的表达 这个也已经就是在这个新闻上已经有报道 所以像解决这个病的方法 就是按照中医的角度来说 就是什么 移经变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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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动的意义是吗 就是中医的皇帝内经里面 就是我们任何学中医的都读皇帝内经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书 皇帝内经就写得很清楚 就是什么 治疗这个一般的普通人的疾病 无非是什么 就是真贬其外 汤药 就是毒药其内 毒药是医药到医药 以前把医药三分毒 那么移经变弃为罪有而已 那么移经变弃是什么概念 从练功的角度来说 就是很多的练气功 练到后面说练精化气 把人的精力 当这个精不是普通的理解的精 是人的精力 各种荷尔蒙 把这个转化成一种精气神的气 那么移经变弃是实际上同样道理 就当这个身体出现肿块 或者不明包块 它形成淤积的时候 它也是精 我们以前历史上 就像中国的传统文化小说 精变精变什么 就是它这个东西产生一个变化了 往邪的方向走 那么把这个 把这个肿块肿瘤消除掉 或者是痛症 有邪气 气血淤积的这种状态 把它什么气化掉 那么这个气化呢 是用另外一个气 是什么气呢 不是气功的气 是我们叫先天一气的气 就上面一个五 下面四个点 这是一种先天之气 这个可能是从那个古代这种修行人来说 不管是佛教 道教里面 它都有一个定义 但是不知道怎么去解 有的 像那个西藏 西藏它这个修行法 把它列为名典 叫托噶 或者是在中医的角度 或者在那个佛系里面 叫它叫梵气 那么这是一种能量 那么这种能量呢 本身先天 就是具备这个能量 那么我只能说 可能是从某种方法 就是计划它这种能量 用这种能量 把它这个并造不为 就冲击掉了 所以西方的这个心理学 把它列为心理作用 或者是意念暗示 它都有效果 甚至以前在催眠当中 也用到 就是经过催眠了以后 激发它本身的治愈的能量 这个都有 就像我现在跟你谈话 我刚见到你 或者是 你非常需要赞美的时候 我天天赞美你 当然心里开心啊 那么心里开心了以后 会出现什么 其实包括我治疗病人当中 它出现全身出汗 就是它疼痛病人 全身出汗 实际上没有任何诊疗 但我是认为可能是 它潜意识里面被什么 被激发了 那么这个是也比较 蛮有意思的一个 就是移经变气 移动的移动 你懂这个实际上才在中国呢 在中国已经把它列为 怎么说呢 在民间的传说把它列为 叫住游客啊 巫术啊 实际上是两个概念 你觉得巫术跟这个还是有区别 它实际上是一种 我认为还是一种能量 这能量的激发 因为不管是用针灸 还是用这个就是中药 它调理目的是把这个就是这个病灶软化掉 软化掉慢慢逐渐消除掉 但是有一个特殊的方法 让它马上软化掉 马上消除掉 马上这个就是这个疼痛得到缓解 这个也是我们古代这个艺术的一个什么 一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东西 但是在因为中国的在发展当中 把它列入迷信啊 列入什么啊 这个很长的一个渊源故事说不清楚了 就是这个太复杂 甚至有的人把它列为迷信啊 跟鬼神啊 巫术啊 化化等号了 实际上在中国卫生部是1986年 已经就是那个把它专门批出一个课 叫什么中医的心理学 中医的临床心理学 但实际上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 因为对这块东西 就对古文啊 对古代的这种古艺的传承 这种老是没有 那么现在呢 就是中国已经开始在研究 研究了以后呢 把它归到哪里去呢 把它归到道教这一类 就把它归到画府啊 这个鬼神这一类去的 这个实际上 不能去苟同 但是这个只能说 人者见仁 智者见智 所以您是认为 中国传统的文化里面讲 精神和物质 它其实是一体的 有些时候精神的东西 可能会换为物质的东西 那物质的东西也会换为 它会转化 因为自然界所有的物质 它都有三态 就不管我们人有精气神 所有的动物植物 包括花 你像这个花 就是我们看到任何这个动物 它都有精气神 就是所谓的精气就是 精我们当然是 就是大家都能理解 所有的气就是从 从现在的很多这个科学介绍来说 你是这个人体的气也好 生理之气也好 或者是就是它的光 人的身体有一种光 光环 叫人体的生活光 这也是一种气 那么上升到这个神的层面 可能就大家可以理解不了 神的角度 从我的理解就是一种波 因为整个世界的这个 或者都是一个就是那个玻璃震动二向 它实际上就是一种能量的状态 就像水一样的 我们看一个水 它是流动的液体 到了一定的时候 它会变成什么 变成气体 温度加高了以后变成气体 当它急速冷却的时候 到达一定的零界线的时候 它会变成什么 变成冰块固体 那所有的物质都是一样 那么就是像那个金属 也是一样 任何物体都是具备这种三态的 所以你是说 把它那个种块 把它变化掉 变化掉 变化了一个形态 对 把它引导出去 所以这个有争议在什么地方 就是我们中国的文字 它古代是就是一字多译 自由注意它 民间把它都认为物数 实际上自由注意 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另外一个意思 就是断的意思 是阻断 油是什么 就是给它一个去除 实际上在中医的 在唐朝开始 它就有这个磕 叫什么 叫旧静磕 咒语的咒 我们叫读咒 就旧静磕 那么还有种叫导引 所以他们无法对它精英归类 又能者见能知者见知 所以把它一直延续下来 只是从清朝开始 一下子在乾隆年间 就是在那个乾隆年间 跟雍正皇帝交替的时候 把这个就是 把这个 这个这个门派 把这个就是在 中医里面把它提出出去 因为它可能是 因为是宗教的原因 因为 清朝 清朝政府 它是就是 不喜欢道教 但喜欢杀满教 那么当时候来也是出现是 雍正皇帝被刺杀 那么刺杀原因什么 不知道他也认为传说是 被那个就是 被盗死啊 被巫术啊 也被杀死了 所以把这个课 就直接把它要模化了 把它提出去了 是 所以就是说 等于利用中国传统文化里边的 这些方式来达到 基本上不用 做手术 不用化疗的方式 对 可以就是 在世上的时候 它有的如果确实很重的情况 可以通过点穴 或者波金 点穴波金呢 实际上从历史上呢 就是从华陀这个时代就也进世传了 就是因为 人的气一方面你要计划它 因为能有很多能量 自然超能量 那么如何去激发它 这个还是有很多就是诀窍的 就是 就像一个人 就是如果一个母亲 在这个抱小孩的时候 如果小孩受到意外伤害 或者看到有危险的时候 那母亲爆发出来这种超自然力 这是也是非常强大的 这种超自然力 就是 没人 你 这种超自然力 就像是